我們就要來教大家做一點不一樣的 老師說今天這個頭上啊 是今年這個秋冬最流行的報紋款 法枯 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老師今天頭上就有帶一個 老師你要定格一下 跟我們看一下 你的頭先轉過來 好 先轉過來定格 很可愛 有沒有 好 它是怎麼樣完成 看看它後面的材質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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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 這個一樣是用寶特瓶去撿起來的喔 好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的這個 我們要來做這個報紋的一個法枯 寶特瓶的這個法枯怎麼樣來完成它 我們先來看看準備的材料有哪些 好 老師我們說一下好不好 創意的法枯的東西有 有 就是 寶特瓶 寶特瓶 然後還有 手機殼的水鑽貼紙 是 還有報紋貼紙 然後皮邊的織帶 還有法枯材料 好 法枯材料 那大家就開始很擔心啦 請問一下呢 像這種東西要去哪裡買 這個東西就是 你去有樂市場 對 或者是賣蕾絲 蕾絲店的 那個織帶的店都有 織帶的都有 都可以 而且其實不一定是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你一塊布什麼都行 或者是斷帶也可以 斷帶也可以 好 那至於工具要準備哪些東西呢 我們也來看看好不好 今天工具準備的有 剪刀 油性筆 打火機 和保麗龍膠 好 保麗龍膠 OK 那我們現在 怎麼樣來把它完成呢 嗯 我們現在呢 要先來處理就是 法枯的部分 那法枯的部分就是 就是那個 我們上面要先貼 那個皮革的織帶 對 好 皮革的織帶在貼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特別難的地方 嗯 基本上呢 在上任何膠的時候呢 是 我們都是要薄薄的 薄薄的 這樣子才能縮短它 沾黏的時間 那如果你上太厚的話呢 它就會 那時間就會拉比較長 拉比較久 那在貼這個 法枯的時候 我們建議就是 就是後面稍微留一段 為什麼呢 不然就是後面太平的話 嗯 其實久壓會不舒服 那如果你有一個 就是有一段 折在裡面的話 對 會有一個緩衝 哦 了解 來 老師你一邊黏 然後我們一邊來 讓大家知道老師的用心 剛才老師說為什麼 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皮圈 要特別的多留一段 有沒有 看到我手上的 這一段就是 因為如果你是直接的鐵 壓在我們的這個 耳朵旁邊啦 你會覺得 哦 我這樣很硬耶 對不對 沒有一個遊覽 沒有一個緩衝 但是呢 你多留了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皮圈在這邊的時候 這邊是軟的 扣掉的時候就不甘扣 所以這個是在黏貼的過程裡頭 跟大家做的一個提醒 好 老師現在已經開始在上膠了 對不對 那老師剛才有提到說 這個膠一定要怎麼樣 上得薄薄的一層就好了 不要上太厚 這個是一定要特殊的這種 保麗龍膠嗎 因為保麗龍膠是很 就是你到 在書局 比較好取得的膠 然後它又可以黏很多東西 對 然後它又不會 就是它的味道又不會 不會太嗆 對 太嗆 所以還蠻好用的 就是一般手工藝的話 用這個 還蠻常用到的 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的把它上起來 然後呢 一圈一圈的把它弄 弄上去 好 跟著老師一起做 好 慢慢的把它黏上去 記得呢 一定要先 把那個皮繩的部分 多留一點點 老師已經完成了 黏好的時候呢 稍微壓一下 壓一下 然後 另外一端一樣 就是也要 就是把多餘的修剪掉 然後留 可以往內褶的 往內褶的部分 對 好 那我們其實今天 因為還是要搭配這個 保麗 不是保麗龍 是寶特瓶 那正是用保麗龍膠 來跟它做連結嗎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 大家就是一樣 這個我們保麗龍膠 還是到文具店就可以取得了 對 好 老師已經黏好了 對 然後再把結尾的地方 往內褶 往內褶 對 把它黏起來 這樣子 才不會 就是戴了才不會痛 對 戴了不會痛 這個是 戴髮箍的人 很有特別這樣子的經驗 那我們現在 因為今天是用這個 寶特瓶對不對 當然就在想 那個花瓣那麼難 我怎麼做啊 我不會做耶 老師 對 這個其實花瓣也很簡單 它就是 我們現在市面就是書局 都有那種 爆紋的 就是像爆紋的貼紙 對 這個東西就是黏手機殼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應用 黏在這個 就是 寶特瓶的膠片上 膠片上面 好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的這個膠片 其實這個膠片呢 就是 我們從這個寶特瓶上面 剪下來的 那剛才我們因為前面的 這個頭有沒有 我們後面採起來做 面紙的這個盒子 那這個頭怎麼辦 這個頭其實就不要浪費了 所以老師現在就要來教我們 做這個髮飾 對 好 怎麼樣完成它 現在我們要 因為我們要裁成水滴狀的 對 所以我們可以先 在上面先畫出水滴狀 那我們這個髮箍是需要六片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用油性筆 一樣 對 一樣 把它畫出 就是一個水滴 那建議不要太靠近這個 瓶口的地方 因為下面比較硬 所以你會比較難剪 是 稍微往上移一點點 好 因為上面的材質是比較軟的 對 好 老師現在在勾勒這個水滴 那其實水滴難不難啊 嗯 難不難 很簡單啊 對 其實還蠻簡單的 其實等於就是 畫一個像花瓣的樣子 有沒有 你把它想像一下 像花瓣的樣子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是老師畫的 有沒有 就這樣子 好 我們請老師 再幫我們多畫兩個 好不好 好 我們再畫一下 給觀眾朋友們看 那今天其實像 一般來講我們有 剛才有看到像這個 有沒有 這個 這個的話 老師裁的是 有點比較像 心形的樣子 所以是你 它其實可以裁成 各種各樣的樣子 對 也可以裁成三角形 也可以裁成圓形 心形 那你自己如果說功力 還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你就去選擇 最簡單的形狀來剪它 好 當然今天剛才呢 還有一個也是很棒的作品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很高級耶 這個其實我不相信說 是用寶特瓶的那個 就是它做的 可是老師說真的它是 用它做的 這個是說它有稍微燒過一下 是不是 它捲取的部分就是你 寶特瓶它在加熱的時候 它會 像火源那地方捲取 然後它捲的時候 你就可以 看它捲取的彎度 然後你就可以捏出你想要的彎度 還透過手去稍微捏一下就對了 對 這個真的是還蠻高難度的 但是 其實我就是要告訴你 只要你願意 你都可以大膽嘗試 好 老師 我們這個水珠已經差不多了 好 就是畫給大家看 然後畫完之後呢 你要怎麼樣把它採剪下來 把它採剪下來之後 就會有像這樣子的 一片一片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還是要修邊嘛 修邊的部分我們再教大家一下 怎麼樣讓它不會刮到 不會刮到我們的手 就是 一樣火就是小小的 對 然後呢 就輕輕的畫過 它的邊緣 沿著它的邊緣 對 然後你可以轉動你手上的膠片 好 然後它就會向內捲曲 好 向內捲曲 來 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就是 讓它都剪好之後 老師是不是也要來 教我們來跟這個東西一樣 把它剪成一片一片 其實它本來是非常大片的 它是非常大一片的 然後我們把它裁切成 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那因為現在像這個到文具店買 它很方便的是 它都是屬於這種 像貼紙一般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把 這個後面的背膠把它撕開 對 就直接黏上去了 好 老師要不要示範一個 給我們看呢 好 好 就是你把膠片 放在你的貼紙上 然後就沿著邊緣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 那我們今天因為總共是六片對不對 好 老師在剪的過程當中 觀眾朋友們也可以看我這邊一下 來 我們把這個貼紙這邊 這個把它撕開來 然後呢就可以把它貼在 我們剛才剪下來的這個水滴狀的 寶特瓶的片 現在應該是變成寶特片了 寶特片 寶特片 好 就把它黏上去對不對 對 就著它 那老師我們會發現 它這個有一點紋路喔 嗯 那到底是黏哪一個面呢 嗯 原則上 就是 向內彎曲的那個面可以朝上 向內彎曲 其實 你把它遮住的話 就看不到裡面那個 對 好 所以其實都OK啦 都OK 好 我們就把它黏上去囉 好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 總共要黏六片對不對 對 既然要黏六片 我們就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回到節目現場 今天呢要把廢物變寶貝 好 大家看看 好喔 快點 好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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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喔